五十五 世广而无凭者 则万事浮成 无德多于商人险财为事 故或福愿与之交也 众或均行 独裁合一之助 合用之友 只是知识广 但不具有高尚的人品道德的话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因为道德品质低劣的人 往往为卖弄自己的才华 会不惜以自己的知识 去伤害别人 这样对方遭到伤害以后 就不愿再与你交往了 一个人不愿与你交往 尚不足虑 但你这种行为 会招来很多人 甚至所有的人 都不与你交往 长此以往 不管你有多大的才华 你都毫无用处了 因为没有人帮你 单独的一个人 是不能做好任何事情的 正如古人说的 独目不成才 单思不成献 就是这个道理